歷代之下第六章 那時所羅門說 耶和華曾說他必住在幽暗之處 但我已經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 為你永遠的住處 黃鑽臉為以色列會眾祝福 以色列會眾就都站立 所羅門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臣事應當清重的 因他親口向我父大衛所應許的 也親手成就了 他說 自從我領我民出埃及地以來 我未曾在以色列眾之派眾 選擇一城建造殿宇為我民的居所 也未曾選擇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軍 但選擇耶路撒冷為我民的居所 又選擇大衛至你我民以色列 所羅門說 我父大衛曾立意要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耶和華卻對我父大衛說 你立意要為我的名建殿 這意是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 為你所生的兒子必為我民建殿 現在耶和華成就了他所應許的話 使我接觸我父大衛在以色列的國衛 是照耶和華所說的 又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將藥貴安置在其中 貴內有耶和華的藥 就是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藥 所羅門當著以色列會中 站在耶和華的壇前舉起手來 所羅門曾做一個同台 長五走、寬五走、高三走 放在院中 就站在台上 當著以色列的會中跪下 向天舉手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沒有神可給你的 你向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 伯仁守若師慈愛 向你伯仁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 現在應驗了 你親口應許、親手成就 正如今日一樣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 你所應許你伯仁我父大衛的話說 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 遵守我的律法 將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樣 就不斷仁助以色列的國衛 現在求你應驗者話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成就向你伯仁大衛所應許的話 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嗎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上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況我所見的這殿呢 為求耶和華我的神 誰顧伯仁的討告祈求 苦聽伯仁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 願你早夜看顧這殿 就是你應許立為你明的居所 求你誰聽伯仁向此處討告的話 你伯仁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的時候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誰聽 誰聽而赦免 人若得罪倫舍 有人叫他起誓 他來到這殿 在你的壇前起誓 求你從天上誰聽 判斷你的伯仁 定惡人有罪 照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 定義人有理 照他的意賞賜他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拜在仇的面前 又回心轉意承認你的名 再者殿裡向你祈求討告 求你從天上誰聽 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使他們歸回你賜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 你的民因得罪你 你懲罰他們 使天閉塞不下雨 他們若向此處討告 承認你的名 離開他們的罪 求你在天上誰聽 赦免你伯仁和你民以色列的罪 將當行的善道指教他們 且降雨在你的地 就是你賜給你民為業之地 國中若有飢荒、瘟疫、寒風、梅蘭、 黃蟲、馬炸、或有仇的犯境 遺困成癒 無論遭遇什麼災禍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 或是眾人或是一人 自覺災禍甚苦 向這殿舉手 無論祈求什麼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誰聽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們 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們在你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 論道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榜秘 從遠方而來向這殿討告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誰聽 照著愛幫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 敬畏你 將你的民以色列一樣 由使他們知道我建造的這殿 自稱為你名下的 你的民約奉你的差遣 無論往何處去與仇的爭戰 向你所選擇的誠與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討告 求你從天上誰聽他們的討告祈求 使他們得勝 你的民約得罪你 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們發怒 將他們交給仇敵老到或遠或近之地 他們若在老到之地想起罪來 回心轉意 恨求你說 我們有罪了 我們背憶了 我們作惡了 他們若在老到之地盡心盡性歸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和你所選擇的誠 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討告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 所謂聽你民的討告祈求 為他們申冤 赦免他們的過凡 我的神啊 現在求你爭眼看 則已聽在此處所獻的討告 耶和華神啊 求你起來 和你有能力的約貴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華神啊 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 願你的聖民蒙福歡樂 耶和華神啊 求你不要厭棄你的受告者 要紀念向你伯仁大衛所施的慈愛 祝賞